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众平均每个月使用约2400元的通勤价格 扣掉票价现审1200元的通勤费 根据北市公共运输处网路问卷调查 都会通使用者满意度高达97.4% 使用人数持续增加中 我们大概实施满三个月 除了第一个月预售 第六月的时候预售就卖了12万张 那在七月卖了45万张 那在八月卖了49万张 那在九月的部分 因为最后廉价的部分 就是中秋节 那购买人潮比较少 会延到十月去买 大概也卖了40 将近快45万张 整体大概卖了快150万张的部分 那使用人数已经大概到1.2亿左右 这个部分我们是用透过定期票 就是我们都会通 它的借期票卡 使用满30天以后 那我们去算出的平均 平均大概是 一张卡大概是2400块 然后相较民众扣掉 它的支付1200以后 大概就是对民众来讲 就是至少平均省1200元 我们有新增16条路线 那这些路线主要是在第一阶段 因为它是跨市的路线 它有跨到新竹 那在技术上 我们先利用GPB桃境内的路线先上 那在这个部分 跨境的路线 我们在十月也都上了 那民众可以利用这些路线 搭车去到龙潭 或者是到一些桃源 这些路线我们都可以 但是要特别提醒民众 他假如超过GPB桃的范围的话 他是要收全额的费用 所以这个也要特别提醒 台北捷运8月日均运量190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日均量163万人次 有所成长 连U-bike租借次数 也较同期成长13% 主要我们分析 我们使用都会通订期票的人 主要大概有50%是用台北捷运 就是捷运的部分大概50% 那有30%大概是用公车 那依据我们捷运的这边的 运量资料来看的话 就今年8月跟去年同期来比的话 也正在增加了快20%左右 这个所以说我们都有持续 再做一些观察 都会通上线94天 贩售约151.7万张 为持续增加使用人数 也扩大服务范围 扩充16条客运路线 欢迎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减碳同时审核包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加入APP会员 绑定悠悠卡 达成双倍公共交通工具 就能计算碳排量 让您维护地球环保的心意 可以量化 累计满一公斤减碳量 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一次 累计越多资格 中奖几率越大 可以抽最大奖 日本双人来回机票 还有丰富奖品 要参加这样的活动 只要下载悠悠妇 加入悠悠妇的会员 绑上你的常用的悠悠卡 他就会帮你计算 当月你的碳排放 减量的数字 只要超过五公斤 就可以抽一次奖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平常优越妇会针对 各种通路 还有我们定期 几乎每个月都会推出 相关的这些优惠 比如说加码2%的 这样的一个回馈 有一些通路 我们会额外会有一些 叠加上去的一些触动 跟一些行销的一些 折扣的一个方案 都会回到优越妇的 这一块里面来 所以如果民众 可以习惯使用 除了有政策上的 一些诱因之外 也有额外的一些 优惠的回馈措施 另外也特别鼓励 内科企业员工 多搭乘公共运输工具 加码企业抽奖资格 其实我们大概 主要是针对整个企业 在员工通勤的这一块 我们希望鼓励 尽量多使用大众运输 所以我们规划了 跟交通局这样 有一个合作案 主要是针对在双北地区 大升大众运输系统 都可以来参加 我们的一个减碳 抽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市政府 对于内科的交通上面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 促进民众使用 或内科居民 能使用大众运输系统 所以在内科上面 我们又额外再多加了一次 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变成内科的居民 他可以参加双北的 也可以参加内科的 他可以两边都参加 那这个是对内科的居住的民众 或员工 有特殊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鼓励大众运输的一个活动 活动10月开炮一直到年底 三个月期间 每个月都会抽出豪力 机会颇大 欢迎民众多多参加 也为精灵碳牌 地球环保尽一份心力 记者问君台北不道 眼睛就是开始觉得有异物 然后就是去那个眼科检查 可是看了很多次 其实好像国家 没有什么用处 现年48岁的林女士 十多年前确诊乳癌 开刀切除并接受辅助化疗 及放射治疗 持续10年服用抗磁基素剂 成功停药不需追踪 没想到两年前 发现右眼异常就医 近视罕见的乳癌复发 眼睛那边就怪怪的 那个时候眼睛其实 大概就不太能动了 就是右眼 右眼了 然后就想说 我那时候就不这样好了 这样子就不会影响到 对啊 然后就是去张机 总院那边去检查 然后就是化验之后 才发现哇乳癌 根据卫福部109年资料 17000多名台湾新确诊 女性乳癌患者中 不到50岁的年轻个案 就高达三成 显示乳癌发生年纪有下谈趋势 而每四名患者就有一名 在治疗5到10年后复发或转移 基因检测已是癌症治疗的必要过程 年轻乳癌它的这个疾病有什么特别的 跟一般年纪比较大的乳癌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第一个百分之七十percent的 它都是荷尔蒙受体为阳性的这个病患 然后再者呢 它的肿瘤恶性度会稍微比较高一些 然后它的这个诊断 开始诊断是晚期的比例也比较高 那合理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好 再来就是它比较不容易诊断 因为年纪轻的女生我们都会觉得 我们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 所以有些时候会常常忽略掉 自己的身体健康 再来就是死亡率效率就会比较高一些 乳癌其实有分不同的形别 端看说我们这个细胞受体上面的一些分布 还有刺激产生的一些 这个所谓讯息传递的一些 这个不同而分成不同的形别 那就有包含了荷尔蒙阳性 喝吐阴性 它占了百分之七十 就是绝大部分的这个乳癌的族群 那再者呢 还有荷尔蒙阳性 喝吐阳性 或者是荷尔蒙阴性 喝吐阴性的 喝吐阳性的 还有所谓的三阴性乳癌 它有不同的分性 那常常我在跟我的病人讲 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简单的讲 是说人都叫人 人类 但是呢 有黑人白人黄中人 每一种人他的这个生活习惯 文化都不同 基因也不同 所以其实乳癌也是这样 乳癌是一个大的一个统称 但是下面有非常多不同的次分性 那其中每四个人 有可能是在五年或十年之后呢 就产生了这个复发或转移 好 那所以高发生率的这种荷尔蒙阳性 喝吐阴性的话呢 就必须得要注意这样的状况 而且呢 这个大概有一半的五年之后 会有一些复发或转移的状况 在这种状况之下 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也有很好的药物 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这个支持 到底有哪些人需要做基因检测 这不是说我今天乳癌 是不是现在就要立刻马上去做一个很贵的基因检测 其实不是的 我们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荷尔蒙阳性 喝吐阴性复发或是转移的乳癌病 有 那或者是说呢 是有癌症基因的这个家族史 好 这个非常重要 再者就是如果是早期乳癌的患者呢 你的肿瘤大小是一到五公分 那淋巴结转移的数量比较多的话 那这时候也可能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做一个基本的基因检测 去了解到说我的基因是不是带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风险 我们其实很鼓励大家病友要先了解你的治疗计划 因为现在的治疗真的非常的进步 我还记得大概我在八年前确诊的时候 同样有社团的年轻乳癌病友跟我说 医师说他已经就是转移到全身 像刚刚分享的就是骨头都是这样 然后医师说 可是那个时候可能适合他的只有化疗 就没有别的药物 但是我们这几年看到就是 有许多新的药物的发生 就是在这些新的药物的帮助下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更精准的治疗 甚至是基因的检测 了解你的亚新 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也可以提升生活品质 这个对病友来说真的帮助很大 我们乳癌的治疗 其实治疗的时间很短 但是这一个就是 你可以想象就是复发转移的恐惧的压力 会陪伴病友一辈子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维持这个一辈子的 就是心理健康呢 我们要就是持续的服药跟回症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症状 记得跟你的主治医师沟通 然后积极治疗 不要拖延 因为好的 早期治疗 早期发现 其实一直都有很好的效果 高发生率的乳癌一直是女性健康的低隐忧 但面对乳癌我们可以不用恐惧 现在也有更精准更多元的治疗方式 透过口服药物的治疗 我们可以延缓疾病的恶化 更可以让我们活得更美更好 适逢国际乳癌防治月 金奖主持人Lulu黄璐子英 受邀拍摄乳癌胃教影片 鼓励癌友积极面对疾病 主动认识治疗方针 即使转移复发 也不要恐惧灰心 其实我觉得心态是最重要的 就是全世界都可以放弃你 但只有你自己不能放弃你自己 然后而且现在有这么多口服药物 然后呢就透过基因检测 也可以找到你是属于哪一型 哪一型 就是我们做的对症下药嘛 然后呢就是分门别类 你适合这一型就去这一型的去做处理 所以我觉得我的立场就是 我已经知道有这样子的方式了 然后医学一直进步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提醒我自己 因为我们每个人 不知道为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如果真的面临到这样子的一天 先不要紧张 我们会害怕是因为我们对这个 这个病症太多的未知了 我们因为未知所以我们很害怕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未知处理 到不然就是我好像了解了 我有大概有一点点了解 我就可能可以不用那么害怕 我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她 面对她这样子 卫福部国健署提供45岁至70岁女性 每两年一次乳房筛检 如有家族史 可提前自40岁开始 呼吁女性朋友积极筛检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效果也越好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 直接用感应的就可以让她完成了呢 非常感谢我们的松山文创园区 2023元创基地节共享变态正式启动 台北市文化局副局长陈玉鑫 与松山文创园区总监陈玉秀等人 透过智能演进虚实互动 为2023年元创基地节创意揭幕 这项从2012年开始的年度大型策展活动 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展出超过100件作品 今年不但以古迹远拱门为灵感 重新设计品牌视觉识别 还首度邀请国际级艺术家参与创作 将有台日印尼三国共9组艺术家进行现地创作 包括我们整个内容面 重新更聚焦在松山烟厂的一个场域精神 那还有所谓的在地永续知识学 那还有永续生态这三个面向 那同时呢我们今年也邀请了方旭中设计师 帮我们全新设计原创基地节的视觉识别系统 那也这个视觉的设计也重现 昭和14年1937年的 烟厂的远古迹的那个拱门的设计图像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也邀请了国际的艺术家 这也是首次 所以我们这次会有共有9位 来自印尼日本跟台湾的艺术家 共创实践的户外的现地艺术创作 艺术家以松烟历史场域作为发想 呈现园区的多重样貌 像这一酱作品乐园 就透过三面音架 集聚通透性的11幅画作 与巴洛克花园相互辉印 10月15号还将与小市制作合作 加入5道演出 然后这个帆布跟音架它都是比较可以透光 比较有穿透性的 那它也可以跟这个花园的景色可以融合在一起 就变成一幅画这样 艺术家张乔军则在户外庭园景观时 以树枝等材料加入国产银河上的图像元素 呈现日治时期的身份 并回溯松山烟厂当时对国家经济的定位 我将这些影像重新组合 然后用有方式去呈现 那所以前面也可以看到有船体跟后面的山 我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去创造出一个 这个山水中的山水的感觉 风吹过风车随即会产生当当声 由印尼艺术家阿兰·萨普托托 在松烟石农教育园区 与当地新能力李明联合创作的十组风车 希望透过艺术回应都市农民的农作生活 核心展区松烟烟则是回探过往昭和14年的 松山烟草工厂最初建筑图和水郡分布等历史文物展示 再到重启成为松山文化园区后的各项成果呈现 824年的时空垮渡 让文化局副局长陈于心相当感动 特别是从影片中很难想象过去的松山烟厂转身变成现在的样貌 其实这当中是非常多人的延续跟传承 那才让今天的松烟的园区有不同的面貌 那除了要兼顾过去的整个历史脉络之外 其实也有非常多创意跟创新的地方 庆祝松山烟厂84周年 10月10号国庆日也将举办84岁松烟厂庆万岁宴活动 邀请超过200位烟厂老员工回娘家 松山烟厂过去今年到至今是84年 整个的文史脉络 我们也邀请了老员工 会在10月10号举办厂庆回娘家 目前我们有超过200位的员工 最高零97岁 10月6号到10月15号展期期间 除了户外展区开放到晚间11点 10月7号、10月8号两天 特别响应2023年白昼之夜 园区不但24小时开放 更推出多场星光限定活动 4月底前还将提供智慧眼镜互动师导览应用 让民众透过智慧眼镜游览松烟各景点 深入体验84岁松烟的美好风华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与世产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市长蒋万安跟着三道猴子一起跳舞 活力十足 同时推广青年进剧场看艺术活动 蒋万安笑说自己是即兴演出 借着这次宣布响应文化部成年礼经政策 让北市青年免费看表演 我觉得你可以增加一些文化涵养啊 B 那太难了 不会啊 你可以多看一些表演艺术啊 在台北就有很多很多的表演啊 像是最近有两个国外的团体 由七手指特技剧场即将带来的Bassan Jazz Bassan Jazz 还有英巴尔本海姆即将要演出的Blee 还有还有两个国内的团体 有很会说故事的故事工厂带来的倒数婚姻啊 倒数婚姻 现在有一个很棒的专案叫做你看戏我买单啊 免费看戏这么棒 该不会是诈骗集团耶 他有一些条件跟规定啊 等我查到了我再告诉你啊 B B B 我想起来那出音乐剧的名字了啊 剧名是海角七号音乐剧 其实我要先谢谢全民大剧团 这个迷你音乐剧让我有机会噶一脚 虽然说这是第一次能够边唱边跳 但是我觉得各在其中非常的不一样 很兴奋 那同时我也要谢谢故事工厂 在去年让我参与了我们娱乐的距离 只用噶了一脚 那也是我第一次站上我家戏剧院 然后呢面对这么多的观众 所以我才了解到其实戏剧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特别要站上舞台 面对这么多观众事前很多的排练演练 更不用讲其实整个剧团背后 还有很多包括写剧本 包括灯光这个影响 我想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团队 以及未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产业能活泼发展 我也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才刚刚从韩国首尔回来 这一次去首尔 我特别去看了首尔大学路剧场一条街 我要跟大家报告 其实之前我就有听说 大学路这一条街上上面都是很多的剧场 大大小小 但事实上它不是一条街而已 它是整个区块 我去了以后非常的惊艳 他们主要的负责人带着我帮我这样介绍 光是这个小小这个区 也不叫小小一区啦 他说我们当天晚上去看 大概只是他们的小小一部分 就有两百多家大中小型的剧场 而且他跟我介绍不是有话剧有音乐剧 最让我好奇了 我不断问他为什么韩国有这么多人喜爱走进剧场去看这些表演 他反而觉得我问这个问题很特别 难道在台湾里面没有这么多人喜欢去看剧吗 而且他们百分之九十八看剧的都是女性 这也是非常非常令我感到惊讶 而且他也跟我讲他们相关的整个产业是非常的成熟 不只是刚刚谈到的编剧写故事 表演者背后的音效音乐灯光 包括整个售票的平台 以及他们怎么样去跟国外谈授权 以及授权了以后怎么样改编 而且甚至做得更好 他说他们改编以后在韩国首尔表演 很多原创的这些创作家 邀请他们到海外去表演 所以我想这个都非常值得我们借进跟学习 也因此我们文化局特别推出 你看戏我买单 针对年轻朋友18到21岁 设计在台北市 透过我们的台北通APP 就可以登录筹签我们提供了三千个座位 在11月份有四档戏非常精彩 就是希望慢慢培养年轻朋友能够有机会去体验到剧场去看戏 同时爱上了我们的戏剧 我们也要给这些辛苦从事相关戏剧产业的伙伴跟朋友 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我想我们需要像韩国首尔他们这样子 政府愿意投入大量的资源跟支持的力量 配合民间的企业 以及结合我们这些优秀的创作者表演工作者 大家一起努力 我相信台北我们一定也可以做得到 猴子有三道 豆地 豆酒 豆本素 可可 四档节目切合青年族群 期盼让青年朋友走进剧场 清零剧场感受丰沛的表演艺术能量 另外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和台北市立国乐团 共推出29档演出活动 开放成年礼金五折优惠 希望喜欢艺文的年轻朋友能够享受艺术的美好 从而支持艺文产业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非常好吃的台湾鲜牛肉 都是新鲜的牛肉片 鲜嫩的台湾牛肉放进锅里 算一下就熟了 还有彰化西湖来的三层牛肉 业者主打的就是国产的新鲜食材 完全用台湾的牛肉 都是从台南那边过来的鲜牛肉来做处理 然后羊肉也是完全是台湾西湖 彰化西湖的羊肉 然后屏东信工的猪肉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沾酱 不管是沙茶酱或者是酱油 都是自己完全自己熬煮的 强调一个人就能享用的麻辣锅 正宗川味鲜炒后蒜的火焰锅 加上九宫阁火锅料超级吸筋 这是最特别的是我们这个独家设计的九宫阁平台 九宫阁里面的食材像是炸酥肉 麻辣牛还有我们的老鲁牛筋 这些都是比较适合搭配川味麻辣锅的食材 那跟一般的蒜蒜锅 一个菜一个肉的形式不太一样 所以吃起来的感觉是更多元 然后更冰分 还有突破传统火锅做法 中期融合让消费者宛如在法式餐厅用餐 希望提供消费者更尊荣的感觉 甚至还让松露乳菜 因为我们想要颠覆一般火锅的既定印象 很多人以为火锅是比较属于台式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把它融合为又很仪式感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在食材上面的搭配 也会用一些黑松露白松露 去搭配肉 去做出一个很新颖的吃法 这是台北美食院活动首次以锅物为主题 邀及台北市火锅店家参与 在七月先举办网路人气票选活动 选出饿宴锅锅锅主 及经典锅锅主各前十名的店家 再由美食专家实地评测选出各组前五名 参与评测的美食评论家胡天然强调 除了食材新鲜汤底丰富外 店家的这次沾酱更让他惊艳 直说这就是台北的味道 可能你常常吃火锅人会觉得 熬煮也没有什么稀奇 但是每一家的熬煮的酱油 用什么样的酱油 是那种什么样大豆那样的 黄豆那样的 甚至于它的煮的时间 煮的浓度淡度 这都可能影响到 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 食材沾到那个沾量的口感 所以我想这就是台北味道 本身是火锅控 平均一周至少要吃三次火锅的 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局长 陈俊安希望 台北美食院能让所有美食 都能有被看见的机会 因此第一年特别选择火锅 作为主题 在进入秋冬之际 推荐国人来台北吃好锅 因为台湾人很爱吃锅 台北市又是火锅店 非常密集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今年在 第一年的主题的活动当中 我们就选择以火锅 当作我们的主题 那刚好十月又是秋天 开始微凉的季节 冷冷的天吃一个暖暖的锅 我想都是大家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 台北市副市长林逸华也分享自己喜爱的火锅种类 她认为这就是台北市平民美食的一部分 这也是台北市面向国际最讨喜的明信片 因为在台北想吃什么锅都找得到 其实所以我觉得各种锅我都蛮喜欢的 我觉得它就是我们台北市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透过锅我觉得也是让大家想到很多过去的回忆 也看现在整个锅物呢 整个他们也有很大的发展 所以美食真的就是台北市面对国际很重要的名片 尤其呢锅物 我现在在台北市 你想吃什么锅 在台北市都找得到 主办的台北市政府商业处长高正元表示 台北每10月期间 还有消费发票登录活动 民众前往这60家合作火锅店家消费 就有机会抽到20万元的吃锅美食金 另外8家便利支付及美食平台 并整合旗下火锅店家提供超过150万元的消费回馈方案 欢迎吃锅控千万别错过 到台北找到您心目中的心头好锅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1923年12月16日发生的制警事件 是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针对倡议台湾自治 设立议会的台湾议会启程同盟会成员 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 发动全岛大逮捕 由于狮子日文发音与制式相同 因此制警事件被蒋卫水称为台湾狮子兽 特展狮子兽与狮子吼 透过媒体报道形式以及AI算图技术 模拟历史人像场景画面 完整呈现自己事件的历史脉络 这个事件对台湾人其实非常的有意义 可是我们的历史资料 大家都可以知道 就是比较多是文字的资料 那也比较多就是可能是平面资料 然后照片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多 可是以现代人的乐听习惯来讲 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快的 消化跟吸收这么大量的资料 所以我们特别这次运用了这个AI的技术 然后透过有一些历史人物他的一些照片 那就可以模拟出一些他的场景 比方说他们在开会 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的一些场景 这样子让大家可以用更加的贴近大家乐听方式的模式来做这个模拟 那同时呢因为自己事件他其实有经过预审 一审二审三审这么多次的开庭 他可以说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最大的这个正式审判事件 那为了要重现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也是把这种很平面的书面资料 我们特别的用AI的方式 我们来把它模拟这个法庭的场景 让大家可以用像在看影片看电影的方式 来回到说当时呢 他们是怎么样在法庭上互相辩论的 然后呢是怎么样的 法官检察官他们是什么样的立场 那我们的治世们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反抗的行为 在史观上来讲 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辩论可以更呈现出说 他们当时这些治世们真正的一个想法 还有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法治社会的一个立体的想法这样子 请敲下正义之锤 记者会现场志谨事件治世 蒋味水 蔡培火 蔡慧如 林又春等前辈的后代家属 都出席新文化运动乐活动 文化局长蔡思平也以马克吐温名句 改念前辈们的努力为台湾民主运动留下典范 非常谢谢各位 要不是一百年前 要不是一百年前各位的长辈们 为了让台湾怕病 我们不会有现在留下来的 包括这个台北北警察署转型成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这样的一个过程 马克吐温说 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 所以在我自己经历过的台湾的发展史上 我相信各位刚才看到这些故事 特别是主持人在描绘当年这个自己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前辈是怎么努力 当年的台湾民报是怎么样子来报道 然后在那段时间 虽然他们被抓被判刑 但在前后两年的时间里面 等于是一次全民的觉醒运动 台湾的新文化的觉醒运动 这个经历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在台湾也经历过 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 美岛事件前后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启蒙 因为我们从那时候知道说 原来历史是可以打拼的 民主是应该打拼的 人权是应该打拼的 我们这个展可以看到三个一百年 就是自警事件一百年 一位其成同胞一百年 台湾民报一百年 所以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次展览 那这个自警事件被称为台湾历史 政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它有非常多重的意义 第一个呢 它是台湾双语世代 第一批接受现代性教育的 知识分子的集体 因为政治事件的被大逮捕 第二个呢 它是第一次这样被公开文明 然后大辩论 总督府跟检察官 对这个跨海而来的律师 还有在台湾的日籍律师 还有台湾籍的律师 还有被告 他们在法庭上 各自主张的一个陈述 这个都是台湾司法史上 可以说是前无仅有的一个记录 另外呢 留下来的育中文学 更是我们 非常重要的文学史上 占有一个地位 也是他们开始的这种育中文学 日本时代的时候啊 在那个时期 就是 虽然是同一个国家 然后日本人说是殖民地 然后我们是同一个国家 但是事实上在日本跟在台湾 它其实是不同的 使用不同的法 那这些 其实他们去申请 台湾议会的这一群致士 就是发现说 很多活动它在日本是合法的 但是在台湾呢 他们就是不合法的 是处处受到限制的 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不平等 他们想要争取台湾人 自己的议会 那所以他们就一直推动 这个新文化运动 可是呢 就一直没有办法很成功 他们希望说 同胞们可以自己先有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嘛 所以他们就推新文化运动 但是经过了这个大逮捕之后呢 虽然说他们有人背叛有罪 但是呢 当时他们的台湾民报 他们发行的这个台湾民报啊 就销售量也大增 那参加他们的组织 台湾协会的人 人数也大幅的提涨 提升 那也就是说呢 透过这个全岛大来谱的这个事件啊 让当时的台湾人啊 他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为什么这些人他要去争取 而又为什么会被总督府 遭受到 就是挑动到 总督府敏感的神经 这件事情有了一个聚焦的作用 所以让这个新文化运动 在当时也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样子 新文化运动乐活动 至今百年 欲光前行 10月1日起至11月30日 将以文化展览 戏剧演出 音乐表演 在地市集 及论坛掌座等丰富活动 带领民众进一步了解 至今事件 及台湾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涵 记者领席会 台北报导 小选台风来袭前夕 民进党国务卿应援团成员 陪同民进党 基隆立委参选人 郑文婷沿路扫街拜票 并在基隆火车站宣讲 进入2024大选倒数100天 民进党国务卿应援团 启动全省辅选列车 第一站就选择从台湾头的基隆出发 为郑文婷加油打气 来自全国各地有200多位的国务卿的伙伴 在今年组成的国务卿应援团 希望透过台湾体育米熟悉的 应援文化 来为民进党所有民主大联盟 听台湾的总统和立委候选人辅选 今天是选战倒数百日 我们选择从台湾头基隆出发 接下来将会前往每一个立委的选区 那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总统胜选国会国伴 我相信这样的挺青年的政策 需要有挺青年的立委郑文婷 在国会一起实现 才能让我们基隆的学生 才能让全台湾的学生 都能在求学路上自由的追寻我们的梦想 挺青年的立委候选人需要年轻人的相挺 前进国会 国务卿应援团来基隆支持郑文婷 郑文婷除了感谢应援团成员不为风雨立挺 也强调民进党一直是最挺青年的政党 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的副总统赖清德 更提出多项青年政策 从各方面提供青年朋友协助 而他除了要延续立法院蔡世英推动的 一二零零首都通月票外 也希望运用本身的律师专业 在立法院发起订定青年基本法 保障青年权益 文婷跟赖清德副总统都是来自基层 我们都深刻了解到基层民众的辛苦 因此未来赖清德副总统在总统府担任总统的工作 文婷进入立法院之后 我们希望一起来推动青年基本法 来照顾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 我跟赖清德副总统我们都来自基层 我们不是正二代也不是富二代更不是权贵 所以我们可以全面的了解基层的声音 我们所有的政策都是源自于基层最底层 大家最渴望的一个声音 希望能够照顾到所有各个角落的民众 周文婷强调 基隆需要一位好的立委争取预算监督执行 相较于竞选对手 他自己始终与青年站在一起 希望未来能进入国会落实各项青年政策 让基隆的年轻人愿意留在基隆就业打拼 青年请文婷 基隆一定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导 三对三篮球拳手于翔平 在亚运一战成名 带着荣耀回到母校 才踏进学校 就受到学弟妹热情欢迎 市长谢国良送上特制版篮球 而对于基隆目前还没有亚运 夺牌相对奖金惯例 当场只是教育处两周内研议办理 这个换起了我们对于这个社区篮球也好 学生篮球也好 甚至基隆的直篮也好 这个大家都非常努力想要把我们的篮球活动办得更好 那这两天一长 我特别说一下 因为我先讲话说 一长也非常关心 因为台中有好的奖金制度 那基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惯例 那一长这两天非常关心我这个事情 那你这边交代 所以想选 想逼一定要非常好的鼓励 那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教育处跟体肩科 大概在两个礼拜以内 回到母校 基隆名传国中 鼓励学弟妹不要放弃 坚持自己的梦想 就是努力做自己 不要放弃 勇敢追梦 其实就是一样一直走在篮球这条路上继续努力 不会说因为得了这个金牌就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助力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很棒的经验 然后继续发展下去 出席活动的议长 童之伟和于祥平 级教练徐伟胜 都是多年好友 特别准备12号球鞋送给于祥平 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一双球鞋要送给他 其实基隆买不到12号的鞋子 因为基隆很少这么高大的选手 他们的教练伟胜穿13号 国中国二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其实我就觉得他协调性非常好 那基本上因为你看他的身高 他国中的时候在基隆去打中锋 到高中去慢慢逐渐的转型 我想后来现在大家可以证明 我们未来这个选手转型的非常成功 也希望他未来可以在职业队 可以好好的发挥 那我们基隆也希望未来有机会 可以引进职业队来进驻 那希望祥平未来就是我们基隆的代言人 难得回到母校 于祥平和议长同志伟亲自下场 和民传国中学弟来个一场友谊赛 双方比数一度追平 最后在议长同志伟拿下最后一分获得胜利 要从兴趣变成专长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 那在于你投入这项活动 你付出了多少心力 那我觉得基隆应该有更多这样的人出现 因为从兴趣慢慢的把它变成专长 投入更多的心力在这项运动上面 我觉得对基隆才是一种帮助 这么多年来大家都知道 我们基隆培养出非常多优秀的国手 篮球选手包含林志杰 李起义等等 那这几年民传国中在篮球运动上面发展得非常不错 那我也希望教育出未来的资源可以整合 让我们的篮球的环境可以更好 身高188公分的于祥平 目前在一守大学 篮球队主要位置是后卫及小前锋 对于下一个阶段表示将投入选秀 希望能够加入紫兰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法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为期一个月的基隆市议会定期大会将在10月25号召开 在市议会预备会上 市议员认为污水下水道工程即将进行到爱四路庙口一带 市政府应该要说明如何施工 让商家及摊商预作准备 我们庙口的部分明年有边预算要来做这个卫生下水道的一个修建 那这个事情会涉及到爱四路的整条做生意或者各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卫生下水道要来这边来挖马路来做这些施工 那对于这一些在夜市这边做生意的这些摊商来讲 他们可能他们的生意也会被影响到 那所以这个部分恐怕必须要提早预作准备 另外警察局报远警出走槽和监视器有没有装设好 涉及到治安的问题 市议员也很关心 基隆市长期来面临到就是我们的离开的警力总是比较多 多过于是进来 那现在刚离开49人 那现在接下来的警力配置怎么应对 跟是否会有派出所在出现联合执行这件事情 我觉得要再麻烦警察局再做具体的报告 上半年度我们那个警察局监视器的进度 希望警察局还是要做这次的重点的报告 因为我们目前想要先了解现在监视器的更新进度 那这个治安的问题是民众非常关心的 而负责行销机动观光跟发布新闻的市政府关销处 传出要猜测改设儿童局的消息 议员同样很关心 那如果说关销处原本的业务 他必须要去被转移到 比方说文化局或其他的局处的话 那那个局处比方说文化局 如果是未来是要承接关销处的业务的 那他也要在这次业务报告里面 好好的报告 正常来讲我们应该是要 统一市政府来做局处的变更了之后 我们才可以变列的预算 所以我现在很担心的是说 我不知道市府会不会在现在才提案说 正常来讲他应该在临时会就要提 所谓的变更的部分 所以现在不要担心的是说 到底会不会他变更的跟预算同时并进来 机动市议会议长同志威表示 议员们关心的事项很多 定期会召开时 希望直询的市议员和被询的市府官员都能够准时到场开会 充分讨论 为民喉舌把关市政建设 因为议题议案蛮多的 所以我们在开会的时间希望大家尽量尽早准时 那我们可以让局处更充分完整的报告 那我想希望在这个意识透明化的过程中 可以让我们所有市民朋友了解清楚 我们不管是议员的咨询还是市府的背询 都可以让民众有更充足的资讯 可以让我们大家了解基隆的这个政治的脉动 那我想刚刚大家有议员提到这个官销处相关的传闻 因为我想因为这个会经过议会要送审自治条例 不管你局处的财病调整或任何的变更 都会经过整个议事的程序在走 所以如果没有送案进来 议会是不会审理的 所以基本上议员也可以放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112年度公费流感疫苗 10月2号开始进行注射施打 不管是幼儿园 国中小或是高中职 校园接种流感疫苗的部分 由于家长对于部分品牌疫苗有所疑虑 因此基隆市卫生局也公布 校园流感疫苗注射施打 将以赛诺飞 东阳以及国光三种品牌疫苗为主 施打前也将会先告知 疫苗品牌请家长们放心 我们也提供了校园的接种 目前我们已经开始接种的是各个幼儿园 考量目前疫苗配获的速度 我们目前在幼儿园接种的 最有可能会是赛若飞这个厂牌 如果有其他的可能会是东阳这个厂牌 接着我们在10月中到11月 会开始其他校园的流感疫苗接种 包括国小 国中 高中 高职 还有五专一到三年级 预估在10月中到11月的时候 我们的配送到的疫苗 最有可能的厂牌会是国光 然后也有可能会是赛若飞或东阳 我们会依照配送的时间跟量到校园去 也都会跟校园学校的老师提早告知 我们会接种的疫苗 学校的同学 幼儿 如果对于我们的安排 那觉得适当就可以接种 如果在接种的当时 觉得我还是希望其他的厂牌 我们也可以在后来 再到相关的医疗院所去做补接种 在校园里面 我们也会在接种之前提前告知 那家长如果有担心跟疑虑 也还是可以跟我们的学校 还有我们的现场的医护人员来做讨论 另外机动室卫生局分发到的流感疫苗 总共有赛若飞 东阳 国光 以及高端四种流感疫苗品牌 一般符合资格施打流感疫苗的市民朋友 在施打前卫生局也会主动告知 接种的流感疫苗品牌 也欢迎市民朋友们主动询问 流感疫苗我们目前有 国光 赛若飞 东阳 还有高端的疫苗 依照中央政府配送的顺序跟数量 我们提供给各医疗院所 我们希望市民朋友踊跃接种 愿意接种是最重要的 我们也知道有些市民朋友 对于疫苗的厂牌 有疑虑或考虑 所以我们请我们 帮我们接种疫苗的卫生所 能够把疫苗做公开的告知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帮忙我们的医疗院所 也做疫苗的厂牌的告知 这个公开告知的方式 可能因为各个医疗院所 受限于他们的场地或者是流程 会用不同的方式 有些可能会贴公告 有些可能会上网公告 有些会在现场用口头告知的方式 都可以 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 如果对疫苗的厂牌有需要了解 也可以主动跟我们的医护人员 询问跟讨论 卫生局长张贤正强调 今年流感疫情比较严重 因此再三呼吁市民好朋友 请踊跃接种流感疫苗 保护自己也能保护亲朋好友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幻中间这条梦 幻中间这条梦 在北朝的爱上美人 还算会一点回忆起来 因为我好多年没有唱 今天真的哇很感动 我记得很清楚 我是在雪碎上面 没有很胖 我们练过大概六次这样子 但是就是 后来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常唱 这个 KC 汪龙梯 汪龙梯也有 这首就是说 志峰哥的歌 这个是快智人的部分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 在市政府的邀请下 基隆创作歌手江志峰 和姐姐龙千玉 将和多位歌手 带来经典的国台语歌曲 所以这次我能够回到家乡 唱歌给家乡的好朋友听 算是第一次 因为我真的常到外地去表演 我最想唱的地方其实是基隆 因为这边最多我的好朋友 然后最多我的长辈 然后包括一些晚辈 我们一起都在这个地方成长 那我也希望说 藉由这次的机会 能够抛砖引玉 所以这次其实坦白说 要很感谢市长 跟我们的局长 能够举办这次的活动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回到这个地方 尤其是姐姐一直挂在心里面 她一直挂在心上龙姐 她说 哇好感动 市长这次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能够好像回到家乡做一些事情 然后可以回归给家乡父老 今天非常开心喔我们的志峰兄跟我们刘洋老师都可以 共同来参与今天的宣传 就是我们在10月7号 有非常精彩的一个怀旧老哥的一个活动 在我们的一个演艺厅 那我对刚刚志峰兄唱的几首歌 我都是很有兴趣 但是因为那个歌其实都不好唱 那这个我们每次都是怀着很羡慕的心情 在这个学这些歌 因为这些歌是也是有翁立友先生也有唱嘛 那他也是我的一位好的朋友 那每次就看到他唱这些歌 之后知道背后都是我们志峰老师在这个 作词作曲就觉得今天能够邀请到他 飞音乐园老师到基隆来 跟我们一起来推动宣传10月7号的演唱活动 希望市民朋友一定要跟小孩爸爸一起热烈来参加 文化局长江提梅表示 这场怀旧金曲音乐会 10月7号将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开唱 向大师致敬的系列活动 今年将用金曲歌声再现基隆 带领观众朋友重温经典老哥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非常希望把北丁路改造成为 夏威夷Yikiki海滩 我们会尽全力 也是谢谢市长市政府经费人力的配合 我们会改造这个海滩 成为漂亮的Yikiki海滩 加上海大的山来森林校园的重建 我希望我们基隆市变成一个漂亮的港都海滩美景的城市 谢谢市长 请校长跟我们简单讲一下 因为民众很好奇 就是说假如这边变成一个海滩 那当然很棒 但是它的防波功能要怎么样来执行呢 这个专类的问题 因为我本人就是这个专类 那我过去也在黄金海岸台南 那么在这个高雄的齐肉海岸 齐金海岸还有花蓮海岸 造了四个成功的沙滩 那老百姓忧虑的这些小波块 我们会往外海移动 让外海建置一个潜堤的这个平台 那让水深变潜 那波浪提前崩溃 崩溃就没有力量往前来运动 那它就不会冲击我们海岸 那这个第一个 这个海景会变漂亮 第二个清水性 因为小波块没有办法清水 我们清水性会变好 因为市府其实跟海大针对于这个北宁路海滩 这个计划已经讨论了超过半年以上 那我们现在是朝向请海大积极提出计划 那市政府在预算上会全力支援 打造出一个真正漂亮的海滩出来 供民众跟观光客来使用 因为适逢市长谢国良生日 许泰文校长在会刊当中 特别送蛋糕给市长谢国良 祝他生日快乐 同时呢 他也跟外界宣布 目前海大跟市府即将推动 打造沙滩的这个好消息 那这些小波块我们的往后移啊 第一个景观就改善了 第二个这些小波块来是增加这个海滩的消失 那往后移以后我们的沙滩就可以清水 也不会影响这个景观的这个破坏景观 再来呢我们这些沙滩造 由我们从这个和平岛到我们海科馆 我们使用这个海景造景 就好像我们学校植很多这个 这个很比较贵的这些 大叶橄榄或是张树 或是这个我们的茄冬 这些都是比较贵的树 那我们来植这些树 我们的景观 海岸景观 还有我们的配合这些海岸的花 那整个囊带就会很漂亮 那漂亮以后大家清水 我们旁边有这些小滩 大家来海边会餐 然后来这个小滩 来使用他们的餐点 这样呢就会留下来 我们仿造这个夏威夷的外基金 市长谢国良表示 如果能够在海大北尼路海域打造成为沙滩 配合未来游艇港的营运规划 相信可以把当地变成北台湾 甚至国际间知名的油气景点 成为兼具娱乐 研究学习的海洋休闲浪带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纳克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